朋友们我们就找个地方 大大方方的 吃起来喝起来 还带了一罐啤酒 就想享受这夜景的 大罐的还是 就别客气了 把这门认识我 就坐在街头上大吃大喝 空气还好 把衣服脱了 你把衣服脏 以后出门咱得带个围水 在哪里就变成自己家的感觉 老是看衣服脏 这个啤酒 其实我想买重庆啤酒了 那今天没买 我们就喝这个雪瓜了 然后酸辣粉是咱们粉丝小妹妹推荐给我的 她说他们家可好吃了 我就尝尝 中麻酸辣 还没吃呢 口水也出来了 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吃锅 我只是在这慢慢坐一会 然后看看行人 看看重庆的夜 太美的夜吧 空气又好 酸辣粉 酸辣热气 先来一口 可能整个重庆街头 没有人像我都不敢 不敢在这喝啤酒 你不怕别人找我搭个晒 一般人还不敢 因为我长得挺好 是吧 豆芽笔粉还长 好吃 很难喝 像人家说了 一顿操作猛毒 我估计会一会我就成这条街上的交点人物 反正每人都喝出我这张脸 怎么舒服的我来 拿个面筋纸 你们一个人在外围的话 感觉不干吗 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人比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 还挺多 反正打扰就行 虽然街上行兴奢奢的人 没有不认识的 谁也别会给我答话 我倒不是很了解 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跟过山吃个饭喝酒 我倒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只要被人打扰是很安全的 但是跟陌生人在一起 那是真的不安全 不提防的 感谢那位小妹妹 不是很麻 红油蛮多的 我这酒也是大罐的 就是最大罐的 跟平庄不相上下 其实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围观了 毫不夸张的说 特别是一些中年的叔叔们全都回头看 看我在这摆的正是 施展的比较开 还故意看看我这瓶酒 其实我敢打赌 如果现在时间是后半夜的话 街上人不太多的话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很多人搭讪的 绝对的 刚刚只要是走过的 只要是男的 都会回头看 这个举动势感不太好 其实街头上吃东西喝酒 那绝对是一种挑战 我就想 我自己倒没什么 我倒挺放松 我看看别人是什么反应 朋友们我做实验 我现在把酒瓶子拿起来 我先不喝 你看路过的人会有什么反应 连个姐姐都回头看 我们也太货子出去了 你都去想了 咱们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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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镜头 已经来不及切换了 因为咱们不是拿那种 很方便的那种摄像机 只要是从我不管 从左边路过 还是从右边路过 全都回头盯了看 包括我对面 是一个潮牌的鞋子 那地方有人在买鞋 他也就不买鞋 他坐在窗台上 就往外看 一直盯着我看 那时候我还没看到他 但我看到时候 我发现也看了很久了 其实我就喜欢什么感觉 人群是流动的 我自己是尽职的 我就像一个眼睛人一样 我能看到别人 但别人看不到我 我就在这静静的感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重庆这边治安真的很好 你看我自己在这没人打扰 就没人跟我搭讪 就在这儿饿着 静静的呆着 其实有人回头会看 因为我比较灵类 你越施展的开 然后别人越会觉得你很自然 就会有人打药 刚开始那时候我是有点扭扭捏捏的 就是不好意思 有点心里有鬼 人家一看了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笑了 那现在不愧 看你了我玩我的 其实越到半夜的时候空气越好 人越少 温度还好 不懂不热 你看我现在把外套穿上了 也不热 挺舒服的 但是没有 不知道 反正要是我 我自己吃 现在 现在叔叔阿姨们都懂了 只要一个两个相机往这一摆 就知道是干嘛的 可能最多看的不是我喝酒 而且看我那个视频就知道我是干嘛的 阿姨刚刚说的 搞吃不饿的 感觉比上海自然都好 就是说跟上海的自然是互相上下的 如果在人民广场玩这套的话 肯定会有人跟我说话 在重庆没有吧 真自在 旁边那两个小安地在那玩狗 这狗也够想服的了 这时候坐的真舒服 为什么我一个人出来玩的时候 都会选择这种 比较繁华的地方呢 因为我胆小 如果说我现在在偏远山区的话 吃东西没着落 住宿没着落 我自己晚上黑灯下火的 敢出来走不敢 一般的我走像重庆的 像比较繁华的一些城市的话 那就是为了自己放松而已 来了好就喜欢这种感觉 其实重庆我已经来过几次了 像大伙说的 盐里面去什么自信口 什么琵琶园 还有好多地方 我都去过了 我对那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就是感受这个地方 这个人气 如果说真的去体验民风民俗的话 可能我会去农村住下来 但是我现在自己享受的话 就是说想让自己放松的话 纯粹是玩的话 那我会选择这种地方 吃起来也方便 干嘛也方便 然后随便你几点出门都非常安全 这种地方不会让你呆个上火